当地时间21日,由日本小姐协会主办的2019日本小姐大赛最中决赛在东京举行,21岁的杜惠亚女子翟德桂冠,成为第51代日本小姐。 杜惠亚女子身高160人,就读于东京大学。 特长师法语和长笛,平时喜欢游泳,唱歌和去美术馆。 他表示,将来想当一名医生,现在正在以此为目标加紧学习。 有记者问他,会不会将来进演一圈,他说,不考虑,现在还是想学医。 消息已经报道,引发日本网友一片热议。 有网友留言说,学历科大,真是彩色兼备,能兼顾日本小姐和学业,太厉害了,但也有负面声音表示,长得并不可爱。 选上大概是因为幼菜,现在高学历选手这么多,日本小姐到底是考学习还是看脸的? 日本小姐大赛揭晓女大学生夺冠网友,第一句韩国曲长不短1月25日,2016日本小姐大赛揭晓, 现名22岁的大学生宗也未将,在参赛者中脱颖而出,获得本年度日本日本小姐的称号。 和美丽金小姐Miss America一样,日本小姐冠军,不会参加国际赛事。 日本小姐评选活动,自1950年开始举办,今年是第48届,全国约2800人报名参加。 据悉,山本副世子、藤原济湘等著名演员,曾当选日本小姐。 25日,2016日本小姐大赛最终评审在东京举行,日本庆英大学和学习大。 二女生松。